高市前镇区翠亨北路高市政府社会局无障碍之家附近 今天下午传出气体外泄 经环保局到场检测 发现是以西管线外泄 并已紧急将周边道路紧急封路 市长陈其迈也敢赴现场了解 但据指出市府局处当下回应慢半拍 甚至互相推诿 脸书封路公告也未提原因时段 遭民众很酸 据指出民众报案后 当下要找相关局处单位给却切回应 却警戒消防局找来经发局环保局 环保局却又称要等候新闻局出面 才给统一说法 对于现场拉起黄色警戒线管制 有民众询问是否需要疏散 说法也相当混乱 自下午三点多至下午六点半 近三小时讯息一团乱 让不少民众直摇头 据市府粉砖乐高雄今傍晚TO文指出 翠亨北路振兴路至振海路封闭 请用路人改到振海路及振中路 接中山四路振兴路接凯旋四路 造成不便尽情见谅 但公告资讯之字未提封路原因 让在地人相当愤怒 在贴文留言表示不满 没写封路时间 是要大家观落音吗 也有网友提到 有看到消防车警察穿防护衣的人员 管制原因是什么 应该说明吧 另据最新消息称 市府预计在晚间8点50分解除警方 我们公务局也会追着 环保局也会追着 我们把那个漏点会抓出来 它这是个科学的 我没有办法现在告诉各位 它是怎么漏出来的 是在哪里漏出来的 这必须要用重新测试 先保护介护所有的现在的安全 那么就跟各位报告 谢谢议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